中文字幕 李宗盛 講開股票 要問問你 我們好像有很多港交所課 不是… 你是否賺了很多 少許 其實葉Sir也賺很多 我賺得最少 這樣 這樣嗎 不是 因為港交所就是 用來吃飯一起 包括陸東 陸東說 是 阿湯 給你一個股票 給你一個號碼 是… 三年看五百元 他就給我港交所 五百元 港交所那時是一百三十多 是… 還有包括黃潔葉、葉老闆 還有幾個 很多人都買 但是我口多說出來 我口多說出來 那… 那… 你還拿著嗎 還沒沽嗎 還沒… 還沒… 還沒到五百元 這麼快 那是長線一點 我來買股票、買物業 都是長線一點 我來… 即是我覺得 你找適合一個股票號 找適合一個物業號 是很花心機的 很花心機 你找到之後 即是沒必要 不夠利潤 你也不會沽 嗯… 因為很難的 你真的拿著這麼久 你很入… 其實我想很多人 去到二百五十已經沽了 是… 你都去不了 你忍不住了嗎 對…忍不住 我也知道很多人 我那時候叫了很多人入 二百五十元 都是很多人沽了 那你的組合是怎樣的呢 就是… 因為你真是地產出身 我們九成千元都是地產的 對… 九成幾元很少 股票很少 即是說 人馬可能不是很少 但比例很少 八比二 幾個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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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很少加股票 通常加上物業 那為何加上股票呢 因為… 現在金股局的例子 就是… 希望我們不要買物業 是… 這樣就變成… 銀行那些… 那些… 就是我們來買股票 嗯… 湯博士 你說的股票 一定要提一提 現在恆新指數 今天已經去到 兩萬八千元以上 就是… 每次成交金馬 之前都二千億 我們說新常態 那說真的 你現在去到七年新高 有多少個七年 讓你遇到這個… 即所謂的大時代 但有個不健康的情況出現 就是… 就算可能那些股民 他們所謂的睡覺的股民 比較少玩的那些 不活動的股民 突然衝出來開戶口 又買股票 每個人都在什麼情況 就說機會來了 那… 不如按了自己的樓 拿些錢去買港交鎖 八百萬按了出來 是二百五十元買港交鎖 在科研費回來的 我覺得… 你剛才的句子也對 他不是睡醒覺 他現在去睡覺 我覺得… 就是睡覺 什麼是睡醒覺呢 就是很多豪宅的業主 嗯 他們除了豪宅之外 我說豪宅業主 有個情況就是 那個豪宅的價值 是等於業主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即… 譬如豪宅值一億 那業主可能有十億身家 那十億身家之中 那豪宅就佔十分之一 其他一些有些是股票 那些債券等等 和生意 那即是他們拿著股票 今次大時代 最受益就是這班人 最受益就是這班人 最受益的人 他們睡醒了 是呀 我的股票多了… 多了一億 或者兩億 所以變成 最受益就是豪宅的業主 因為他們有股票 那你現在才去追 人家都可能有些都在賣出來 賺了很多 變成你現在說按了房子 就可能會比較危險 如果這樣… 即是你沒有準備 我們賺錢最重要是準備 就是你聽到投資者裡面 快很準 準是分兩邊的 一個準確 另一個準備 如果你是準備 好像我們這樣 即是準備投資股票 只要陸東說了一句話 我就不買下去了 但是我也有準備 即一買了錢 就足夠錢去買 但你現在才去按那層樓 不是去賣了那層樓 不是去按 按我都同意 按我同意 按我同意 因為你拿少許轉出來 可能我那層樓的價值兩逝 例如那層樓 你一千萬 你借二百萬 你多賺二百萬 去買股票 都無所謂 因為股票也有價證券 是呀 但你說買走那層樓 你跟賭博是沒有別的分別 是很危險的事 沒有理由 是買走那層樓去賭 真的 是錯的 我都同意你這個說 不是 你一無的時候 就是沒有了一層樓 就算你要賺多少錢 才可以買一層樓 如果一層樓 你估計要升 樓都可能會升 還要買回來 那時候你要付出很多細分 我覺得 如果真的買了自己自住的樓 就有點傷害了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